花花小剧场 我说花花啊 现在天气多好啊 你拉里拉他的窝在家里做肾啊 我也想出去玩啊 可手头上的针线活还没干完呢 哎呀喂 想不到我闺女还会针线活 但不知是啥针线活啊 当然是给您做的针线活啦 您没瞧见我正在织毛线吗 这都要夏天了 你织个屁的毛线啊 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不是想着您三天两头 总有二妈生气 动不动就会戳一板 小花我也没法子管你们大熊的事 否信给您这个护膝 这样以后您要是再被罚贵 也能少受点罪吗 呸呸呸 你个乌鸦嘴 你还嫌老爸我不够惨吗 您惨不惨也不是闺女说了饭啊 好闺女 只要你少告我的状 老爸必定万寿无疆 爹地 您就想花我一个孩子吗 您可别忘了 我上有二十个哥哥姐姐 下有两个妹妹哦 就算我不告状 可保不齐他们不告啊 哎 造孽啊 没有金刚传 就别懒瓷气活啊 咋了 这回子又嫌弃我们了 不敢不敢 我的小祖宗 我看你在哥哥姐姐们面前 很是吃得开 这样吧 你替我在他们中间说说好话 让他们嘴下留情一点 这不比你辛辛苦苦给我支护膝管用啊 这有啥难的 包在我身上 回头我帮您宣传一下 好爸爸的熊社绝对杠杠低 只不过吧 又是熊熊币 替老子说句好话还要好出费 掉钱眼力了吧 爹地 您想想 这是要是由我出面说 您只要花五百个W熊熊币就能搞定 要不然 这二十三个熊孩子您挨个打点 那五千个大包油也不够啊 您说是不是这个人吧 这就叫有钱花在刀院上 闺你言之有理啊 这招勤贼先勤王 果然妙啊 总之一句话 您搞定我 我帮您搞定剩下的二十二个熊孩子 简直就是稳赚不赔哦 就这么办 谢谢你我的好闺女 熊熊币到账 五百万元 爹地 打尽而起 您就是翻身淋漓把歌唱 下跪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哈哈哈哈